咱们再说这个偏头痛 生活当中我们得注意什么样的事项 才能够减轻这个偏头痛 因为偏头痛的话 好多发病的时候它是有诱因的 刚才我说眼睛那个强光刺激 这是一个诱因 另外一个好多病人 他比如说闻着异味 有什么油漆那味 对对对 或者是其他的味 闻着这些异味 它也会引起头痛 所以说你一旦你知道自己 哪种因素能导致这种疼痛的话 你第一得把那些因素 是不是得去掉对吧 第二就是你太劳累的时候 人那个抵抗力会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它也是可能会导致疼痛 所以说得注意 做些时间规律休息 另外一个就是 要保持一个稍微健康快乐的心情 别太压抑太抑郁焦虑 这样的话也是不行 再就是从我们饮食的角度来看 就是刚才不说了喝咖啡 这可能会不行 另外一个还有 你比如说吃巧克力 巧克力里头还有一种 叫安心类的物质 这个也是可能会导致头痛的 另外一个你喝酒 酒里头也是还有 能导致头痛的一些因素的 所以说喝酒也不能 再就是最后一个吃药 一些霍血管的药物 就是你比如说消伤甘油 这种霍血管的药物 它也是可能会导致太能痠的 就把这些这个危险因素去掉了 你就是能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了 是 那说到吃药 我就想起刚才咱们的话题了 就是说如果就是疼起来的话 可以就是适当的用药物来缓解 但是用药的时候 咱们需要怎么注意 才能说既安全 还能说缓解了头痛 需要注意什么事 其实还是这样 刚才我说药物的治疗的话 对偏头痛的药物 止疼药物是很多种的 就是你对它的选择的话 我们也是有阶梯治疗的 你比如说现在第一次头疼 头疼之后 比如诊断又偏头痛了 我们可能先选一个最简单的 叫非载体的抗炎药 老百姓知道去同病 对不对 分泌疗 这都是最简单 再往上升点疾病 可以吃点乐松 就这些都是很安全 有效的治疗偏头痛的 对早期的偏头痛 是有一个很好的效果